中越战争 好一点的就是吃喝一台车都包圆 烂一点的就是一套装备成建制的纳筑 另外也占条件补给困难 就是用罐头类 通常是一些体积小但能量很高的纳筑 以及一些自创的 比如塑料袋与针空封装 累得我锅就有炒饭 传说意大利还有牛排红酒 好一点的就是自热式的 差一些的就是加水的 最差或者轻便型的的跟压缩饼干不成多让 基本就是这仨大类的 便携吃起来必须喝水式 便携美味体积大真空 方便和罐头式 最后是现场做饭热骨式 今天就来了解一下 中国军队同越南作战时的饮食状况 创作觉得当然是761压缩干粮1979队越作战期间 后方甲板生产了数千 蹲761压缩干粮并运上前线 有力保障那一线部队的积养需要 缺点是水分过低 使用时有难以下跃的感觉 而在武军的驻扎范围 内大部分都水源稀缺 战争时因为不少水源都被人为破坏 或者是自然条件污染 所以中国军队特别想了几种应对的办法 兵士们可以在流动的山泉水中加入净水片的应用 平时英国喝煮开了的水 必须周七星的清理水源 兵士外出开始取水前 必须做好个人防御工作 中日战争 两国的军联对比 让人大开眼界 战前的军队刚出发 时代的食物其实是蛮极权的 蔬菜罐头及干菜等作为副食 偶尔能吃上鸡蛋和蔬果 但是考虑到追尖战时 最好是能够轻装上阵 所以最后代的食物都被留在了军队所过之处 即便如此 我国军队的伙食配比 还是比激方要好太多了 越南的军队就没有像中国军队这样积极的对待卫生和饮食上的问题 反越越南军队的相关资料可以看到 在八十年代后期时 越南的士兵每天摄取的食物配比 只达到越国军的一半 更有甚者竟然要经常饿着肚子 承认中国对越自卫反激战已将近过去四十年 这一段在教科书上 显有提及的历史我们不容忘记 俗话说得好 忘记历史相当于背叛 反观当下 我们要好好保护 并珍惜革命前辈 用鲜血与爱国热诚换来的和平与安宁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